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如生命 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又超越东西方之别 既可心智取成地表达此刻此景 又必然以包容之态引发全人类的共鸣 在中兴社东西问专访前 坐在钢琴边的孔祥东便来了灵感 手落跃起 黑白跃动间 即兴之作坑真流淌而成 我来一首曲子 我来一首 来一首曲子送给我们中兴社 就叫走进八月吧 我更喜欢就是说捕捉瞬间的那刹那间的每个人给到我的灵感 甚至我自己体会到的生命当中的 所有的瞬间万变的一些现场感 在孔祥东看来 音乐此般强大的延展性 源于其极大的包容性 1994年 孔祥东出道洛杉矶 遇到意大利国宝级作曲家乔吉奥·莫罗德尔 两人相处十几年 数度合作 包括爱你一万年 2008年奥运歌曲《Forever Friends》等 但很难想象 乔吉奥·莫罗德尔 几乎不认识《五线谱》 也就是这认识他的奇迹 他给我打开一扇窗 因为作为一个电影作曲家 他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 他几乎不认识《五线谱》 他怎么作曲 他就哼哼唧唧 然后旁门几个小住所 把他哼哼唧唧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 就在他们家的电脑房里 把他的灵感马上补成曲给他听 然后他就凭他耳朵 这个好听 那个不好听 凭着自觉的灵感 跟着心走的那种 然后人家也是得了三次奥斯卡镜像奖 即兴演奏如一条人生小镜 唤醒孔祥东去探索音乐在传统钢琴演奏之外的无数可能性 甚至帮助他度过自2008年起的八年抑郁期 18岁孔祥东赴美留学 24岁他组织策划海外中国名家演奏团回国演出 成为建国以来最有规模的归国留学生团 让音乐根植传统文化又无问西东成为他不变的使命 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个很抽象的艺术 而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具备更加深厚的文化功底 不用具象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内知的话 那么我们的抽象的表现方式也会是贫乏和苍白的 所以我觉得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在很具象的中华文学 对文字的探究当中能得到一些对我们自己文化传承的一些真谛的理解 而这个理解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浪费的 它一定会最后折射在我的钢琴的琴剑的触摸上 一定会反映在我的所有的创作灵感的体现上 也一定会传达给所有的聆听者 在孔祥东看来 钢琴 音乐与中国文化之间有着玄妙的契合点 七个白剑 五个黑剑 这个五个黑剑 恰恰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 然后因为是七个白剑加五个黑剑 它是十二音 所以在音乐上我们叫做十二音体系 那么这个十二音很有意思 它就有二十四个调 十二个大调 十二个小调 所以二十四个大小调正好应对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所以我就在想 我会尝试 我一定会去尝试 用二十四个大小调来谱写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那种感觉 孔祥东认为 中国有非常强大的文化传统和基因 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自信的底板 音乐不只是音乐 音乐的背后是文化 我们有自己非常强大的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基因 但光有这些基因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面向大海 对吧 去拥抱所有人类精粹文化的这些元素 组合到我们自己身上 就像我弹琴即兴创作 一出手就有中国元素在 因为怎么改变都改变不了我身上流淌的血液 怎么样改变都很难抽走我音乐当中的元素和脉动 这是一样的 然后我真的更希望我们涌现出更多的创作者 创作更多的具有时代感的能站上世界舞台的音乐 能够让我们中国人的心魂所想所思所感 通过音乐这个桥梁走入世界人民的耳膜 通过他们的耳膜走进他们的心里 所有的作品累积起来 当成为一个封碑的时候 人家就会仰望你